你开网路就最大了 其实我虽然是比较 看起来比较皮 但是我其实对于前辈 我是非常尊敬 对 我们要尊重长辈 他们的经验也是非常难 非常难能可对 我跟你讲 我们其实心脏外科 真的叫学徒治 因为这东西有东西是学不来的 我们做心脏手术的时候 真的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对老师是非常尊敬 那我这个年代就很可怜 从以前到现在这个过程 以前大家是每天查房 是要堆很多病例 然后要拿X光片 什么东西都要准备得好好的 那写字写不清楚 那张教授他们就会 啪地甩到地上 重写 撕掉 那很可怕的 那现在都不行 现在你再生气 那你也只能说 这个iPad不能甩 这个挺贵的 这不能弄 所以一直有在改变 所以我们不停地在进步 我现在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现在刚刚讲说穿衣服 我会建议你要穿得像我们一样 西装鼻挺一样 比较尊重自己的职业 但事实上一切都可以接受 我唯一不能接受是 在课堂上谈恋爱 我真的看过 看过有些医学院学生 可能他太热情了什么 我在上面讲说心脏怎么样去治疗他 他在下面两个人就 我们两个人已经在那边 那也是心脏啊 他好心好痛啊 我说 我说你不上课可以 所以现在 这个在我们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年轻人 你说他厉不厉害 他真的也很厉害 我们现在年长的 尤其像我们资深 最怕学新东西 尤其心脏外科不停地在进步 以前我们讲的是 big surgeon big wound 也就是说 越好的医师越大的医师 把那个伤口开得大大了就好了 反正伤口比大你什么事都可以做 现在不是 现在是越小的伤口 越精细越好 那我们就都得去学 学的话我也是新手 年轻人也都是新手 大家都是新手 但是一起到这个研究的那个 就是练习的地方的时候 我比较资深嘛 就说那我都会啦 你们到前面去 所以他们在学的时候 你们到前面去学 我就在后面看 这个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但是有一次 真的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你知道做血管手术 以前是用剪刀什么 现在是用导管 导管进去 你要去勾那个血管 勾那个血管 那个手要很巧的 那个导管才会乖乖地 向左转向右转 进到心脏那个血管里面去 那我们有个大血管手术的时候 你就要把那个导管 给它套到那个血管去 那天我怎么弄 就弄不进去 那就弄不进去 我说这个糟糕了 还是开传统都好了 就旁边的年轻医师说 老师让我来试试看吧 我就想好 你来试 就没想到 年轻人一刷手一上来 就上去了 在现在来讲的话 科技在进步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年长的医师 还要跟年轻人一起学 因为其实大家起步是一样的 只是在照顾病人的经验上里面 我们好像是比较 多了这么一点点 其实在我来看 现在的年轻人 跟以前年轻人不一样 因为以前平均穷 那那个时候平均很穷 所以大家要努力赚钱 那现在不一样 家里环境好 所以有的人念完大学 他会拉成什么样 又像金字塔一样 聪明的变很尖端 他可能回去接第二代企业的时候 他的营业额是翻好几倍的 对不对 有的人不愿意接他去做 他自己的事情 年轻大部分这样 就是 有想法的也是年轻人 所以在网络上东西 其实蛮多东西可以学的 干嘛当影音创作者 对不对 抛头露面会损医师行线 因为目前我现在是没有在职业 大概三年前 本来从这个大医院想要转换到 这个朋友的诊所 中医 对 我想说先来休息两个月 玩一下好了 我想说 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问我说 一些医学上的问题 我来拍几支影片 结果 一休息就休息到现在 真的 对 我就那时候在职业了 因为我发现 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更需要我 在网络上这些人 所以我现在专职是以拍影片 解答问题为主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爸爸 我爸爸是ENT耳鼻酷科医生 他非常非常的不谅解 说你这个是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 医生的脸都丢光了 他说你这个是 不务正业的行为 我跟他讲说不会啊 我每天这个拍影片 我现在 以前我十五分钟要看一个病人 我现在十五分钟 一千个 两千个 两千个 没有 我有几十万人看 对 因为我的影片 对 我现在 他那第一个也有九十六万 对 应该目前到 一刚开始一定没那么多 对 几千人开始堆了 对 我大概 去年 我有一支影片是教那个减肥的 对 我那支影片 大概帮台湾的人 减了大概十万公斤 对 所以我想说我是换一个 另外的方式再做醒一样 祭祀救人 所以大家都一直觉得我好像转职了 其实没有 我是 心中有白袍 到哪里都是医生啊 没有啦 那安慰自己啦 安慰自己的 对 心中有白袍走到哪都还是医生啊 对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心意 那你的收入怎么办 就是由YouTube这样上来 其实我上个月来讲 我拒绝掉的业配 大概有超过两千万 对 因为真的是只要你流量到了 那个业配量非常多 对 所以坦白讲是 忍控在拒绝 对 因为其实钱要赚啊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 我不敢推荐给我家人 或者是我自己不敢用 我没有办法接 重点你讲的内容 一定是生活带要好评 人才会堆得多嘛 对 你讲的一定是 其实也不是 没有啦 不是啦 长得帅就等流浪就好了 幽默啦 所以我其实 不只是在做的是 医学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些患者 有时候身体上面的问题 它是来自于心啊 你跟他讲很多 你这个原来最后才发现说 他身体的问题是 他老公有小三 所以我拍的一些 还是有一些两性的主题 对 我教大家怎么交朋友 我教大家夫妻之间怎么样 我这样懂日本的 Lolando 对Lolando就是大家跟他聊 别聊 出发一下心情 但我觉得他的那些健康的影片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出发 比如说他有一支熬夜的 医生都会跟我们讲说 不要熬夜 而他教你怎么样熬夜对身体好 就是类似这种 如何熬夜最健康 对就是会一个新的角度出发 然后我们年轻人看了就会觉得 因为现在年轻人谁不熬夜 所以就会想说 熬夜还可以健康来看一下这样 对找个理由 就是观念比较细 那你现在爸爸怎么看待你 你爸爸你做这个会骂吗 现阶段当然还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还是要回到医师的岗位 不过他现在变成说 我的每一支影片他都会看 他发现说 其实底下的很多留言 粉丝的留言 是非常正面的 他就觉得说 比较慢慢能够亮起 爸爸现在有没有鼓励你了 还不到鼓励吗 还不到鼓励 走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 就慢慢看吧 我是年轻人会自己找到出口 其实听到七七老大这样讲 我们这种做肥胖研究二十几年 就非常的有意见 其实我们从以前看 大概一对一上课 最多开个减肥班 三十个到五十个 可是刚刚听说你开个直播 可能就几十万人在看 对我们来说是很肥琐事 但是我们最近在医学会 也办了这样的课程 就是让年轻医师 我们去年训练了一些 肥胖专科医师 他们突然来分享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他们说 减肥门诊人家不敢来看 他们开始开网路直播 我说减肥可以网路直播 就跟你有点像 我说那你一次有多少人 他说一次大概都一两百个人 收费 所以原来现在 现在减肥已经做到是 用视讯每个礼拜跟病人 视讯一次 一次一个小时 那这样帮他们把体重显下来 对我们这些LKK的来说 就觉得原来现在世代 是变成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有时候我们还是认为 人跟人的连结还是很重要 因为只是在网路上 有些觉得看不到 然后他体重会虚报 所以其实前后应该 还是要量一下体重 实际上到医疗院所来 会比较好 我们最早在接触媒体的时候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被媒体采访是什么时候 那是在立法院 那当时有一个公厅会 因为有人说吃香港脚药 吃到猛爆心肝炎死掉 那那一次 因为我在医院里面 我做了一个研究 把那个医学中心里面 十三年当中 所有的吃药造成的肝炎 全部收集起来 那是在张院长的医院 我要说的就是说 当时要有媒体采访 都是你有做研究 那我们在医学会报告 那人家才会找你去 所以现在我们也劝年轻的 就是说要去媒体上 跟那么多人讲 一定要多方查证 不过有时候会害到别人 这个网路很好 但是一定要好好小心使用 当然我们也要学习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重点 以前我们做电视 以前做的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讲出什么话 就有人到电视台在看咪 所以他发现不对 原来那句话不能随便讲 对 那对 那你有这么多的本师 那你介绍的资讯都要 都要来源非常正确 万一有一个错误怎么办 有曾经因为 这个剪辑是物质的关系 我说一些这个食物类的中药材 可以做一些养生的用途 所以导致后面这支影片 我是希望他就是 我是把他做成 就整支下架 我们重新再上 对 所以影响力大 所以利也是他 币也是他 对 我觉得像疫情期间 会让他们增加更多的 曝光 更多的粉丝 因为现在数位转型 因为大家都是看网路 我也是从疫情开始 一直看网路 其实我看蛮多网路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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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